皇神大人 你们的组长冒犯神灵 已经被我诛灭 你们所有人放下武器 否则杀无赦 该死 你竟然背叛了我们 好家伙 动作也太快了 这 刘亦是改行做了传组组织头头吗 好了 戏看得差不多了 准备突击 交给我吧 谁是大人 是吗 往这里来 这个祖地看上去 和赤杆那边的差不多 应该不是部落人 自己修建的吧 这些东西存在历史优长 我也不清楚它们的由来 到了 说起来我一直想问 图腾柱上的雕像到底在表达什么 亏你还是个神隐修士 你居然连这都不知道 这是一幅非常著名的神域图 刻画的是高贵神主们的居住地 而另一边就是修罗场 惩罚贱民的地点 这种类似的图腾 地球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 但这座荒岛上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 神明文化 很有可能是一个未被人类发掘出来的未知文明 你在想什么 一些别的事情 你别打扰我 我开始了 你好痛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攻击我的丽王爷 难道失败了吗 这是什么 这是 我小时候的记忆 那个时候我刚学会走路 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未知和不确定 长大的过程中 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亲情 也知道了欢笑的背后是坚信 后来我长大了 独自走向陌生的世界 但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化 人与人之间也有了距离 这种距离把我们隔开 把我留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世界变幻 如白云仓 我的生活也如仓 还化作丧心 我在宁与的 一手的挣扎 呼喊 也在炮火中 冲刺拼杀 我用尽一切的力量咆哮 向命运表达自己的不甘和不情愿 开始变得失望 沉默 命运不因我努力而改变 也不会因我放弃而消失 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 他会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 直到我死的那一刻为止 这难道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吗 不 就算我滥成一团烂泥 我也由自己主宰 这真是个奇迹 没想到 你能在肆虐的魔力中活下来 你对刚才发生的 还有记忆吗 我刚才进入了梦境 在那里 我经历了我的一生 他们在梦境里暗示我 无论怎样我也成功 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坚持下去 感谢我多年的精力生涯 让我谨记 不管在任何环境下 都不能轻易向命运 没想到 你真的能冲光图腾的所有魔力 这可太惹人羡慕 要不你也去找一根图腾试试 不不不 这就算了 能脱围已经很幸运了 我才不要作死 你打算去哪里 是回家还是 如果你不介意 我想暂时跟着你 跟着我 你脑子没问题吧 我身上的麻烦是 你也知道 还可能会和你不想为敌的人 成为对立面 这样你也跟着我吗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成为世界的强者 如果做不到 那就退而求其次 追随这个世界的强者 我看到了 你身上的大志大有 只要你能迈过 所谓的风险和麻烦 必将成为最光辉的强者 你愿意跟就跟吧 不过话说好啊 跟在我身后 就要学会人人平等 不能把你们神剑那架子 再拿来摆着了 听凭您的吩咐 有个神修者跟着我也好 这样我也能更加了解 他们的世界 没想到我第一次收小弟 就收了个神 也罢 有他在旁边 我能学会更多的本领 刘队长又带回来了 一匹俘虏 没想到他竟然 这么有本事 是啊 你是没看见 刘队长和赤阳守护神 单挑的画面 那真是帅得惨绝人寰啊 据说刘队长这次 还提出了贸易市场的概念 今后 我们和周边部落 会开启长期的交易模式 这样的男生 为我们部落 招来了大量人马 还出谋划策 他身边的女性 也太好运了 咱们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大队长 还知道回来 这是怎么了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 谁知道你一天到晚 都在跟哪个女人鬼混 怎么好好说 有点人不说 是谁能帮来 你还能帮来 能帮你帮忙 你洗山